一部剧里 除了主角还会有很多的配角 《甄嬛传》作为经典的宫斗大剧 不仅有着岔子烟红各有千秋的嘉丽门 还有着众多精彩的配角 心思细密 智慧型的后宫锅骨锦锡 有着心悸 却本性善良 为爱牺牲的幻臂 但让阿公印象最深的是和 甄嬛一起长大 一路配戴甄嬛身边 满眼都是甄嬛的刘珠 现实里饰演刘珠的战金一 来甄嬛传世纪 也是奔着甄嬛饰演的孙力去的 今天阿公带大家走进 刘珠 战金一的故事 战金一出生在1981年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后来成为军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2002年 战金一在部队表演时被导演上京选中 才演了军旅喜剧 吹石般的故事 在剧中他饰演一个护士 从此正式进入演艺圈 2007年 战金一受邀出演了青春励志喜剧 网球王子和网球王子2 在剧中饰演性格火爆泼辣的 学院校刊记者 2008年 战金一参演了军旅题材剧 我的兄弟叫顺柳 在剧中饰演纯洁善良的妹子荷花 与王宝强饰演的顺柳 有着一段纯洁懵懂的爱恋 他也成为了王宝强的荧幕初恋 凭借这个角色 战金一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2009年 战金一出演民族题材剧 《金凤花开》 最终 战金一饰演的文艺兵梁晓玉 是全剧的亮点 同样是部队歌舞团演员 出身的战金一 本身就练就一身好舞技 在剧中当一名文艺兵 各位是首到请来 同年 在电影《道歉》中 饰演乡村女教师夏静 并且凭借夏静一角 战金一获得年度新锐榜 最佳新人奖 2010年 《甄嬛传》筹备开拍 大多数人去试戏《甄嬛传》 是因为郑小龙导演 但是战金一却是因为孙丽去的 战金一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是孙丽的小粉丝 以前看过孙丽演戏 被他的感情戏震撼到了 去剧组 就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孙丽演戏 学习孙丽感情戏的诠释方法 一开始 战金一试的是一些嫔妃的角色 但郑小龙导演觉得 他小卢般的眼睛很漂亮 看起来没心机 因为他更适合演一些平和的角色 就给战金一定下了 刘朱一角 2012年《甄嬛传》大火 最终 战金一饰演甄嬛的陪嫁丫鬟刘朱 与同为甄嬛陪嫁丫鬟的幻碧 共同侍奉甄嬛 幻碧借着和甄嬛几分的姐妹情 又在甄嬛的默许下 犹如半个主子般光鲜名利 面对这样的患病 刘朱从未有过半分在意和妒忌 笑盈盈地只管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甄嬛禁足碎玉轩 病重晕倒之际 刘朱未替甄嬛求医强闯宫门 以必死之心 扑向世卫手中的刀刃 终绽放出自己内心的忠贞与刚烈 他以自己的性命换来了甄嬛的平安 奏出了一曲 爱而不上的歌 喜甄嬛之喜 忧甄嬛之忧 在甄嬛众多红花之下 也难掩她的可爱与中烈 让观众记住了 刘朱这个单纯美好的女孩子 甄嬛传之后 战精一多了很多篇约 年轻女演员都希望自己 兼演一些时装剧 但是 战精一却放弃很多青春时尚的剧本 反而接拍的都是一些 抗战剧革命剧等主旋律作品 后来战精一坦言 之所以喜欢接拍抗战革命剧 一切都是为了让爷爷奶奶能看懂 2016年 在抗战大剧《李三枪》中 战精一挑起大梁出演女主角 化身抗日积极分子王巧姑 不同于以往 温柔甜美激灵的小丫头角色 猎狐家出身的王巧姑从不尋规蹈矩 她大大咧咧泼辣任性 本是女流之辈 却枪不离手 是镇里有名的神枪手 在创作过程中 战精一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王巧姑不修蝙蝠 不拘小节的女汉子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 铁娘子一战里更是无惧爆破危险 将经过女英雄 无畏坚强的气感充分展现 导演林柯也表示 战精一是一个让人惊喜的演员 同年 战精一搭档周一维出演《勇者胜》 剧中饰演性格坚毅 敢爱敢恨的女民兵丽雪男 周一维对战精一的演技也是赞不绝口 说在片场大家都抢着和她搭戏 因为能很快进入状态 可以一条过 工作中 敬业认真 生活中淡然可人 战精一总是会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不变的是 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期待战精一在做好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挑战多样的角色 让阿公一报艳福